零容忍!又一架军机被击落,中东某国急发求救信号,美国态度意外。 进入6月份,沙特带领的多国联军以及他们支持的夜门政府军,与夜门胡塞武装间的冲突持续扩大。 6月1日,在沙特西南部急战航省附近,沙特又有一架军用直升机被击落。 据消息人士透露,这次被击落的军机是阿帕西武装直升机,当时它已经飞到了急站上空,但仍然被胡塞武装的防空系统击落,并且机组人员全部阵亡。 沙特在2015年3月,组织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。 尽管拥有重型火炮支援、战机空袭等先进装备作为进攻手段,但在正面战场上,面对缺少重型武器的胡塞武装,沙特等国的部队很难取得成绩,甚至还损失了诸如主战坦克、武装直升机、装甲运兵车等武器装备。 这场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三年的战争,显然让沙特政府失去了耐心,决定进攻叶门在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和台达。 和台达坐落在鸿海出口处,是叶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,七成国际社会对叶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是从这里输入的,供应住叶门近2900万人的生活。 但是,沙特方面认为,胡塞武装也通过这个口岸,不断接收来自伊朗的,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军事物资。 尽管伊朗和胡塞武装都否认这一说法,但沙特等国并不接受,对胡塞武装控制这一港口的现状持领容忍态度。 于是,叶门政府军和沙特等多国联军不断向河台达进攻,在2018年的5月28日,他们距离胡塞武装控制的这座港口城市,已经不足20公里。 但是,多国联军和叶门政府军在这里遭到了顽强的抵抗,前进的速度下降。 为了尽快切断胡塞武装的良道,阿联酋向美国急发球救信号,希望美国能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。 美国对于此事的态度令人意外,相较于空袭叙利亚的果断与迅速,特朗普这次表现出了迟疑。 6月3日,据华尔街日报透露,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阿联酋的请求,美国国务卿彭佩奥也在对这一请求进行快速评估,考虑使用无人机等手段介入战局,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作战。 6月4日,沙烏地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在记者会上称,夜门政府军已经攻到聚合台达9公里处,对夺取这一港口有助信心。 但是最令人担忧的是,如果和台达城内发生战争,没人可以保证双方能维护港口的持续运作,让人道主义援助在战争期间仍能保持畅通。 这是一次危险的赌博,天平的另一端是接近3000万人的生存物资,国际社会普遍对此感到忧虑。 对此,联合国仍在卧选胡塞武装与夜门政府军、多国联军间的和谈,并促使双方尽可能先达成停火协议。 尽管双方目前都没有停火的趋势,但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方面在6月4日的记者会上称,仍在寻求与胡塞武装开展和平谈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